今天不知道是越南什么日子 张门娘一早就过来跟我说去祭拜爸爸 然后紫霞昨天告诉我是祭拜外公 你是去祭拜老公还是爸爸 去祭拜紫霞的爸爸 因为今天还很早 紫霞和孩子都还在睡觉 看一下丈母娘今天特地打扮一下 还化了一个妆 妈妈去见老公了 见老公 很漂亮 对 赵母娘在买一些供品 买了一些饼干 还有这个越南炖 跟我们那里是差不多的 还有这个香 我岳父是抽烟的 赵母娘小细节 还买了一包烟一个打火机 嗯很心疼老公 买了这么多 ok ok 放车上面 没 原来今天是越南拜祖年的日子 都在除草 打扫 哎呀一点点这个根都要拔出来 上面的树全部都拔掉了 然后赵母娘把这个整理一下 咱们俩还是非常的正情正义啊 岳父去世这么多年了 今天一早带我过来 咱们俩把岳父这个四周都擦得干干净净 咱们俩把岳父这个四周都擦得干干净净 来了 谢谢 猫蛮把咕咕 越南盾也有啊 美金也有啊 岳父这是紫霞跟你说的之前 不够你在图梦给紫霞 我们再买过来 我还没有买东西去 买了一个底囊 去着外公那里 作为贡品 先我跟妈妈说 妈妈的意思说不要去了 他说有舅舅 他们儿子共就行了 然后紫霞说 我们在这里还是要去 让舅舅知道 我们晚辈也懂礼貌 去上乡 乡拜拜 地 紫霞你过不来 你打电话过来这里拜是吧 嗯 嗯 哦哦哦哦哦 好了好了 紫霞怕我在这里沟通不好 特地打电话过来了 看一下越南这个贡品 在线反应 什么 他们说什么 楼椅 哦哦哦 要我在这里玩 好嘞好嘞 ok ok 紫霞现在还没有出业子 但是还是心细他外公外婆 再想打电话跟外婆在聊天 对 哦哦 对 对 来 越南过年也是这样坐在地上吃 然后你们发现一个细节没有 女的女士都是男同胞坐在这里喝酒 女同胞坐在旁边等男同胞吃完了再吃的 这个习俗太传统了 打包回来给子侠吃 老婆你妈妈对爸爸还是感情挺好的 这孩子不在家 妈妈去看望爸爸 还是看着今天一大早挺感动的 我没动的妈妈 爸爸妈妈也很想 从来到现在都是对她很好的 她每年都在那边的 你要跟妈妈学习对老公好 是吧 我对你很好啊 我对你太好了 我采访你一下 我采访你一下 上次你妈妈不是收到一个花吗 这爸爸已经走了四年了 如果妈妈给你找一个 后爸回来你是什么反应啊 你愿不愿意啊 如果她讲到一个对的好的话可以交付她的话 那我肯定愿意啊 因为我家是不是 我没有在她身边 所以找一个可以交付她也挺好的 就妈妈总是一个人在家 有个人陪伴她也是挺好的 是吧 反正我没有陪伴她 你要开导一下妈妈 遇到好的可以带回家了 今天她在爸爸那里 把爸爸那个草啊 那个上面搞得干干净净的 挺好的 向妈妈学习 嗯 她笑得在笑什么 我说她在换的呀 最后我再看一下我们家医生 因为我在拍视频 就不能把她一个人放那里 所以我就抱着 平时没有经常抱着她 我拍视频必须要抱着她 因为她一个人睡床上 我们不分心 好了 拜拜 你那边收了没有 我吃了 吃好了没有 吃好了 好 拜拜 今天视频拜拜了 拜拜 拜拜